黑土鸡正在马路上行驶 诶 怎么停下来了 原来是插轮子没气了 去冲气吧 到达冲气站 开始来冲气了 首先装好一个绿色的气罐 然后拿上冲气枪 开始给插轮子冲气 诶 怎么飘起来了 糟糕 黑土鸡被挂在了屋顶 好高啊 救命啊 救命啊 是谁在喊救命 赶紧过去看看 诶 黑土鸡怎么挂在屋顶了 我来冲气 冲着冲着就飘起来了 挖掘机来看看 原来冲错气了 冲了清气 让挖掘机把黑土鸡给勾下来 再给超轮放气 诶 终于下来了 谢谢你挖掘机 不客气 继续冲气吧 重新装上蓝色的气罐 拿上冲气枪 给黑土鸡冲气吧 冲好一个超轮了 再冲另一个 另一个冲不上去 挖掘机来帮忙吧 把黑土鸡推到维修间里去维修 上起维修台 开始维修吧 拆下坏掉的车轮 放旁边 再拿一个新车轮 给它装上去 装好了 来测试一下 没有问题 倒车 黑土鸡离开喽 谢谢挖掘机 挖掘机也可以走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来吃啊 来吃啊 现在在一步 准备 去吧 又来看 好 就是 I go Yay Go Hey ya 太值得看到好奇怪 太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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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奇 我可以走 太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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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鯛铛铛行钱 走那浓稳 行一路二路路路 很多 i know you oh hi 嘿 拜拜 拜拜 哦 你们看 装载车正在睡觉 梦中的他在玩过山车 哦 原来这只是一个梦 哦 可是装载车真的很想玩过山车 咦 挖掘机好像有办法哦 对啊 我们可以来建造过山车 工程车队出发咯 就在这里见吧 再看一下图纸 挖掘机开始工作咯 先挖一个土坑 好了 看看挖得怎么样 哇 挖掘机做得太棒了 到装载车出马了 装载车夹起支柱 立在土坑里 到搅拌车了 搅拌车来交换水泥 把蜘蛛 把蜘蛛固定好 完成了 快去吧 吊车 吊载载载载出吊钓 夹起轨道 撞到过山车的支柱上 再跑了 再翘上板车 出发喽 好高啊 糟糕 这里太窄了 装载车过不去了 鸟车先把装载车掉下来吧 还要调整一下 装载车先固定好支柱 跳车把轨道升高 这下应该就没问题了 装载车再来试一次 跳上板车 出发 Let's go 到达最高点 准备往下滑咯 哇 踩过不足 火山车见得太棒了 装载车 前方式最大要小心哦 不好 山坡上的石头滚下来了 隧道出口被堵住了 隧道出口被堵住了 装载车 快停车 幸好没有撞上 装载车 我去看看 OK 试试看能不能把石头挖出来 装载车加油 不行 那先退出去吧 糟糕 糟糕 路边也被堵住了 这下可真出不去了 只能等待救援了 救援车队出发吧 Go Hello 该怎么办呢 先让挖天机来试试 挖天机把石头钩下来 挖天机把石头钩下来 放到地上 完成 接下来看叉车的啦 叉车搬起石头 放到旁边 有地 到你了 黑土机 Go 黑土机要来搬走石头 使劲了 哦 石头散开来了 有了个大口子 木材运输车想从这里开出去 可是它的动力不够 糟糕 隧道开始擦啦 得赶紧做一个支出隧道的架子 木材运输车 从车上夹下一根木材 装载车来用木材頂住隧道 成功啦 挖掘机继续把石头挖走 要加快速度咯 黑土机也来搬走石头 还有叉车 快点把石头搬走吧 你们再等等 石头马上就要清理完了 OK 石头都被清空了 可以出去咯 谢谢救援车队 嗨 博尔 你的染色店今天要开业了吗 哇 好壮观呀 第一位顾客是五福 他想染成红色的 开进染色店里挺好吧 哦 哦 五福被吓了一跳 准备染色咯 哇 拿着染色瓶过来啦 放进机器里 哇 水箱变成了红色 按下按钮 开始染色 哇 让五福转个圈 这样才能染得更均匀 停止喷洒染色剂 哇 五福变成红色啦 好神奇啊 五福走喽 第二位顾客是小七 他想染成绿色的 小七进入染色店 准备好了 升起染色台 五福拿来了绿色的染色剂 放进机器里 水箱里的水慢慢变成了绿色 五福转身 按下染色按钮 开始喷洒染色剂咯 小七也要转个圈 染色完成啦 小七变成了绿色 出发咯 第三位顾客是六六 他要染成薄荷绿 六六进入染色店准备 哇 放入薄荷绿的染色剂 水箱里的水变成了薄荷绿色 升起染色台 不外过来按下染色按钮 开始喷洋 开始喷洋 开始喷洒染色剂咯 哇 染色完成了 六六变成了薄荷绿色 出发咯 三六小车都染色完成了 耶 这边一个 挖洁机就位 还有毒二 要来帮忙 首先要把这堵墙立起来 准备干活 挖洁机加油哦 用力 哦 好像 太行 五符快过去帮忙 五符过来 顶住下边 撑起来 哇 终于立起来了 五符做的真棒 再去旁边等等吧 吊车 吊车过来喽 升起吊壁 吊车要安装屋顶了 用力吊起屋顶吧 不 可是屋顶好像太重了 吊车力气不够 累趴了 这该怎么办呢 诶 五符想到了办法 可以利用气球 去拿气球吧 在屋顶保好气球 气球的浮力可以减轻重量 吊车 现在可以吊起屋顶了 吊车试进 屋顶吊起来喽 把屋顶安装好 收回吊壁 放飞气球 吊儿运来了洗车 设备 装在这里 搞定 哇 三宝也过来了 嗨 三宝运来了洗车 要用的水箱 让吊儿把水箱夹下来 小心一点哦 小心一点哦 就在这里放下 摆正位置 洗车房间好了 五符过去洗车吧 好多泡泡 好多泡泡还有水 洗好了 五符看了看轮子 泥巴都洗干净了 五符走喽 吊车小气 头挖掘进五符 再抢火把 它们俩谁也不让谁 哦 火把脱手 飞出去了 这下可坏了 火把吊在了运输车的车厢上 把货物点燃了 运输车受到了惊吓 这可怎么办呀 谁来帮帮我 运输车别怕 马上有人来帮你 吊车小气过来了 小气说她有办法 准备 小气要吹气 把火吹灭 可是没有用 火势并没有减弱 小气火势太大 你吹不灭的 让挖掘进五符来想想办法 找找工具吧 哦 是一个水箱 五符准备过去接水变火 先把水管敲开 水流出来了 五符快用挖斗接水 好 接好了 快过去吧 五符来灭火了 把水泼上去 一二三 可是水太少了 依旧没有作用 嗯 还能怎么做呢 不二正在睡觉 他闻到了飘过来的烟雾 哦 发生什么事了 不二快去看看 原来是运输车着火了 不二赶紧过去 运输车 可以进去染色店灭火 运输车 运输车 进入染色店 停好 不二来把水管接好 五符来按下轮扫开关 开始喷水了 哇 火被撲灭了 好在货物没有太大损坏 快 运输车出来吧 可以继续去送货了 五符正在路上行驶 诶 怎么停下来了 原来前面是一座破桥 五符想试试看 能不能开过去呢 哦 好 五符 五符掉到桥底了 好高啊 该怎么上去呢 五符站了起来 他想用墙壁这里爬上去 五符加油 哦 墙壁太滑了 五符爬不上去 背部在桥底了 五符 五符 快去救五符 五符 五符 你也去帮忙 五符 别害怕哦 秃秃秩和巴士 马上就到了 秃秃和巴士到了 秃称 好高啊 该怎么救五符呢 让秃秃想想办法 有啦 我们可以给五福套上绳子 把它拉上来 第一步先搭建一个架子 小红小兰你们也去帮忙吧 小红抬左边 小兰抬右边 把架子安装在这里 巴士你去把滚轮装上吧 什么声音 不 好险 机器人还要去补桥板 好了 帮五福绑好绳子 巴士兔兔准备好了吗 开始啦 五福上来了 赶紧过去安全的地方 五福得救啦 太好了 你们看 五福正在睡午觉呢 不好 二楼好像有东西要掉下来 哦 砸中了五福 五福好像已经故障了 好 都掉上了颜料架子了 糟糕 五福被颜料染得五颜六色的 噗噗也在午睡 噗噗 你赶紧过去看看吧 哦 五福出事故了 怎么会这样呢 五福的蛙都演坏了 虎虎虎虎虎四 кто 你先带五福去染色 bought 就在这里染色 兔兔 打开染色机器吧 开始染色了 你们看 兔兔慢慢被染回了红色 关掉机器 让五符下来 可是五符的挖斗还是坏的 该怎么办呢 兔兔 你再去帮帮五符 带五符去维修吧 到达维修店 先清理一下杂物吧 兔兔 再把架子挪开点 升起维修台 兔兔想来给五符维修 可是他做不着 该怎么解决呢 咦 这边有个机械壁 兔兔去拿去线壁 开始维修了 卸下坏的挖斗 麻烦兔兔再去拿新的挖斗过来 挖斗拿过来啦 给五符装上 挖斗修好喽 兔兔 你做得太棒啦 五符可以离开啦 啊